來看一下這個公式 這公式做出來這麼長 把這個拉長一點 這麼一串 那你想說這一串是怎麼做出來的 實際上 我覺得這個部分可以掌握一個要訣 我把這個先復原一下好了 感觸自己 原來是這樣子 原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那這個公式做完之後呢 假如說 你要在這邊有兩個條件 一個if 對不對 那兩個條件呢 其中一個成立的話 就要 不要輸出結果 所以呢這邊的你必須要配合 if跟什麼 跟or 或 兩 就是或的話是其中一個成立的話 就要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第一個 跟各位 教各位一個技巧就是說 請你先把這個公式先剪下來 剪下來的時候呢 不要剪到等號 把這個範圍剪下來 Ctrl X Ctrl X之後的話呢 那我把這個地方當成一個 一個像變數一樣的公式 等樣貼的 會比較不會出錯 那怎麼貼呢 首先呢 第一個 各位先找到if 這邊的話呢 先把if先找到 if if if什麼呢 那有兩個條件嘛 所以呢 第2個 第1次請你用前面的fx 第2次的話呢 請你前面這個鍵都點下去 找其他函數 裡面or or快速 or 確定 那第1個條件什麼呢 第1條件是 這裏面的資料 如果是 小於1 那這個裏面的 這裏面的條件什麼呢 接著